本身出身社会弱势家庭 从小因为父亲基欠巨额债务 遇过地下钱庄 追债到家里面 甚至压走爸爸的基隆市议员陈冠宇 特别关心基层弱势者 像是劳工职业灾害的问题 特别提出基隆市的职业灾害发生率 110年高居全国第二名 幸好111年降到第八名的问题 我从小就是一个社会弱势出身家庭 我爸爸欠了非常非常多的债 我们家跑过债 连夜搬家地下钱庄来压走爸走 我们家都遇过 所以我更加希望市府的爱 是从我们的视角出发来看城市需求 尤其营建工程业的直在发生率 这是全岛本岛的 在110年降到本岛第八 在前年110年本岛第二 直在三高行业 真的他们一直没有掉下来 营建工程业制造业仓储及运输业 这三种在基隆市都有 工地潜规则三不一样 不能叫救护车 不能救经救医 不能住院 要说交通意外 这个当时市长你听得很惊讶 我要说更具体的建议方案 面对工地潜规则 我们直在预防要三岛一勾击 基隆市因为没有职安检察员 我们得靠劳动部的职安检查署 如果可以的话 是否可以跟职安检查署 讨论一个短期的方案 至少让固定有职安检察员 待个一年甚至三年 先让基隆市的职灾发生率 缓缓跟稳定下降 保障劳工安全 市长谢国良大讯师表示 除了配合中央相关机制之外 也会要求市政府建立相关职业安全机制 减少职业意外伤害发生 保障劳工安全 我很同意要有这样的机制 那争取从中央派驻职安检察员 我觉得是应该要的 不过基本上如果中央 就算他有种种原因没有准 我们是不是应该也把我们自己 市府里面的职安机制 把它建立起来 另外陈冠宇议员质询 根据111年非六都县市 每10万行人死伤数的统计 高居全国第一名 如何避免基隆沦为行人地域呢 也要求市长谢国良提出说明 非六都县市每10万人口数 行人死伤数 死伤家在一起 全台非六都第一名 而且高得吓死了 每10万人会有大概142个人 是行人 他是行人然后受伤 但有一件事情真的得面对 我们数据如果再不像家来的话 你总有一天你身边亲朋好友 很容易在过马路的时候就受伤 我们都不希望它发生 所以第一个 市长你至少在态度上承诺 我们两年内 两年后可以将死伤数下降 30%下降到70% 大概会接近第三名 90级的数字 第二个 每10万行人死伤数 因为它要另外计算 但其实算法很简单 就是你能用去年的行人死伤数 去除掉总人口数 乘以10万 列入道路交通安全汇报 以及相关局处的业务报告中 成为固定议题 它跟亲人政策一样 它是一个视角 它是一个政策方向 市长你同意这件事吗 市长谢国良表示 上任市长后 积极推动行人友善政策 已经有所改善 也将滚动式调整相关措施 保障行人安全 追踪这个数字 在道案汇报绝对没有问题 这也是我们本来就应该最终 我要跟议员报告 就是我上任大概20天内 我就开始推动了行人友善 这也很肯定 据我了解 这个行人友善的这个政策 已经跟去年同期比 有让我们在 这个行人的死伤数 降低20%到28% 所以我觉得 这跟你讲的那个数字 我觉得蛮接近 我们是个滚动式检讨 好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现在开始继续 YK